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赛罗又给我们带来他的变身道具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里面都有赛罗的哪一些道具呢 打开之后,里面有很多赛罗奥特曼的道具 这是奥特火花枪 然后还有赛罗的究极铠甲 这是等离子火花刀 还有这一个变身的手镯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赛罗手镯 那这个手镯,你们知道有什么作用吗? 它戴在了赛罗奥特曼的左手上 它还可以发出音效呢 右边有个开关 再按下蓝色的水晶按钮 这是赛罗的必杀技 赛罗急速视线的音效 第二个音效是强壮型赛罗的必杀技 加尔奈特爆破 再按下会发出究极赛罗的必杀技 奇迹赛罗投标 它还可以戴在手上呢 让我们把绑带安装一下 然后就可以戴在左手上了 大家看 我们的赛罗手镯和赛罗奥特曼的是同款的呢 发动必杀技 接下来我们又给大家带来的是究极铠甲 那这把铠甲既是一把武器 也是一把弓箭哦 大家看 这就是弓箭的形态 然后它也可以变成铠甲的形态 铠甲可以戴在赛罗奥特曼的身上 哇哦 太神奇了 赛罗奥特曼变身成了究极赛罗 接下来我们又给大家带来的是奥特火花枪 那你们知道它是谁送给赛罗奥特曼的吗 把这里拉开 它可以变成长矛的形状呢 合上之后又可以变成奥特火花了 非常的有意思 最后又给大家带来的是赛罗奥特曼最强的武器 等离子火花刀 又叫做赛罗双刀 那它也有攻击的音效呢 让我们来听一下 短按这个按钮会发出攻击的音效 然后长按的话会有赛罗的声音呢 再长按一下是它的必杀剂 那你们知道最新的超线赛罗 有几把这样的弯刀吗 我们还可以把它拿在手里 太酷了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赛罗奥特曼的四件非常厉害的武器 你们最喜欢哪一件呢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